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二 台北股市跌了83点 因为川普又扩大封锁华为 川普又扩大封锁华为 一开盘卖压就出来了 最多跌了115点 一度反弹 收盘跌83点 83点其实不多 你看昨天大涨160点 那今天跌83点 只是把昨天涨的 吐一半掉而已嘛 对不对 吐一半掉而已嘛 所以其实不多啦 问题是今天市场卖压很重 大家很紧张 因为华为的问题 让电子股 让高价股 让华为概念股 今天卖压都吐出来了 倾巢而出 所以今天卖压在电子股 还有华为概念股 是蛮重的哦 是蛮重的哦 可是你看哦 今天日本小跌 香港小跌 大陆小涨 昨天欧美股市也是涨的 那为什么只有台北股市 是跌的 为什么只有台北股市 是跌的 所以大多数人 其实在这个地方 都很谨慎啊 因为指数在高档嘛 当指数在高档的时候 很多人担心说 在这么高1万3 如果一反转 那会不会变成最高点 那就套在上面 所以很多人 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反而任何一个风吹草动 就很容易引发市场的卖压 放得轻松的啦 事情没那么严重啦 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等一下我再说给你听 我一直跟大家讲 在美国总统大选前 你不要三心两意 权力做多 权力做多 重点在个股 重点在个股 你看我讲完之后 后边又起一千点 这根长黑棒出来之后 很多人也是吓死啦 3000多亿的成交量 500点的黑棒 很多人都吓死啦 有的人说会不会是这样下去 我当时也跟大家讲啊 区间而已不用怕 就在这个区间里面而已 不用怕 各股轮动 你看我讲完了 是不是就进入轮动了 连续两个黑棒 很多人也是担心 外资卖了那么多股票 外资一直在卖 会不会就这样下去 很多负面的想法 我还是跟大家讲 区间啦 不用怕啦 你看讲完之后是不是又上来了 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啦 棒比较轻松的 股票投资表里就要放轻松嘛 对不对 否则让自己那么紧张 这样就赚不到钱啦 经常忽多忽空 好不容易买进去了 买到一档好的股票 就稍微风吹吹草动 你又杀出来了 你怎么要贪有大钱 怎么会赚大钱呢 你看封锁华为 这是昨天美国发布的事情 就是稻穹只跌86点而已啊 而且稻穹跌了86点 还是因为什么 还是因为银行股的关系 银行股昨天跌2% 2%3% 复国跌3.2% 因为银行股把稻穹 给压了下来 反而纳斯达克 费成爆料体 还继续创历史新高 所以昨天美国科技股 其实是不错的 其实是没错的 你看昨天 涨最多的 ROOM 8.6% 台积电ADR 联电ADR 日月光ADR 昨天也都涨了 苹果昨天小跌0.2% 0.2%也一点点而已 涨比较多的 辉达6.6% 也创历史新高 那其他涨幅都不大 特斯拉涨11.2% 也创历史新高 因为股票要分割 一股要换成五股 通用汽车 昨天涨了7.5% 那其他变化都不大 你看美国比我们更高 人家也是气定神闲 对不对 你看纳斯达克 费成爆料体 都创新高了 涨幅不是65% 纳斯达克的涨幅 已经到68%了 你看这个统计完之后 65%现在已经到68%了 费成爆料体79% 已经81%了 道琼54%了 台北股市还停在53% 我们没有涨太 我们没有涨超过 我们没有去超级 所以你放心 在美国总统大选前 你不要那么紧张 你越坚定 你会越贪不费 你会越贪不费 我今天要跟大家谈这个 我今天要跟大家谈这个 扩大封锁华为 赶快趁机减便宜货 你看今天外资只小卖29亿而已 所以卖压来源 是来自于散户 散户的卖压重 趁封锁华为 赶快减便宜 可是你听了之后会 有点哗然 就在封锁华为了 你还减便宜 我讲给你们听 我讲给你们听 很多事情 此消彼长 听好不 听得懂吗 我举个例子嘛 比如说 川普封锁华为 那手机华为 可能因此而卖得不好 那华为卖得不好 其他手机品牌 反而就会受贿嘛 就会卖得好嘛 因为每年 手机的销售量 都有一个定数嘛 一家卖不好 其他都会受贿嘛 所以华为可能手机卖不好 那华为订单 可能会影响到 可是其他手机卖得好啊 因为受贿到 市占率提高 销售量增加 那其他厂商销售得好 它的下单量也会增加嘛 所以华为订单减少 其他品牌订单增加 那两边是不是平衡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把事情 看得那么严重 你看每次 打压华为 华为概念股就跌 那事情一淡化之后 是不是涨上来了 对不对 特别都这样啊 打压华为 封锁华为 又不是现在 已经两年多了 已经两年多了 你回顾这两年来 是不是每次 一打压华为 华为概念股就跌 事情一淡了 股价就上来了 那你要什么时候买 你但要趁这个时候买嘛 这个时候买你才能够减便宜嘛 等到事情平静下来又涨高了 那你又去追高 那永远就是杀低追高杀低追高 这样就不对了嘛 对不对 其实打压华为 这是扩大封锁华为 真的危险三支股票 真正危险是这三支 联发科 跌停 利基跌停 矽利跌停 这三支才会最麻烦的 听我说什么 因为这三支股票之前都是 每次打压华为 那就会有转单的想法 所以每次只要 一打压华为 这三支就去 一打压就涨 一打压就涨 所以它变成受惠 华为被封锁的转单效益 路去路管路去路管 那现在连他们都 也被限制不能供应了 所以转单落空了 那转单落空你因为 之前可能有转单 过去你看联发科 半年报赚8.2 股价涨到700多 涨过头了嘛 所以当转单落空之后 补跌 就变成必然的现象嘛 对不对 利基也是啊 因为可能有转单 所以股价越炒越高 半年报3.6 股价涨到300多 也太高了嘛 那现在转单落空了 那补跌也是正常啊 势力也是啊 半年报虽然不错 15.5 可是股价涨到 2000几块了 半年报15块不错 一年30块 你起了2000几块 背比70几杯 那现在转单没啦 你也被限制啦 所以这三支材是最危险的 这三支材最危险的 所以为什么跌停锁住 是有道理的 那其他华为概念股 大概跌下去 3% 4% 优寒 所以趁机赶快买 所以没法买得不对 没法买得不对 随着跟大家讲 不要去追高 不要去追强势股 你看 这支也是啊 跌到8% 连勇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告诉你们 气管不要再堆了 尤其大陆要扶植 自己内部的面板驱动IC 所当其冲就是联勇 你看我当时讲的时候 还在这里 这边删到两百 跌到剩260元了 从320跌到260元 60元没了 所以养成不追高 不要刻意去追强势股 买底部 就能够安安全全赚大钱 你看昨天强的 今天都下来了 对不对 昨天水泥强 今天水泥也不涨了 昨天塑胶强 今天塑胶也不涨了 昨天航运强 今天航运也不涨了 太航能强 太航能今天也不涨了 都去到一缸两缸 一缸两缸 你批于奔命 一直在追一直在追 每次追 都眼前看强势股 追了之后 踏在上面 你怎么有意义 没意义嘛 气定神仙 等底部的股票 回来买 你看今天华卫概念股 聚焰店 打下去我也快去 教会员赶快买啊 三四块钱都买的啊 最低就是三四啊 这最好两天了哦 最后两天了哦 聚焰店我每天跟大家谈的 底部买 对底部买 就会赚大钱 三三% 涨高要卖一下 三九块买一下 卖了之后是不是掉下来了 掉下来又快落空 三四块又落空 买完之后又上来 三七块买再买一遍 这样又10% 第一波三十买 三十九卖 三十% 压怀三四再买 三十七点四再卖 又十% 这样两个月时间 就四十%啦 两个月就四十% 两个月就四十%啊 总比你那边一直追高 好过较好嘛 对 财报发布之后 半年报比去年成长一倍 第三季 还会再创新高 所以我昨天给大家看过 下跌三十天 上涨二十九天 很明显都在走 三十天的涨跌循环 我最近提醒你了 要注意这里 回来的时间 要注意这里回来的时间 今天击杀一根 剩最后两天 以三十天计算的话 最后两天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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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每股获利 应该三块半到 三点三到三点五 三点三到三点五 比去年成长五十个% 创下历年来最好的一年 比比才十倍而已 所以击杀割 整理即将结束 你就要趁这个时候 赶快下去买 你就要趁这个时候 赶快下去买 所以你不用追高嘛 我讲的都是底部的股票 我不会说一只股票 已经涨了老半天了 才还告诉你叫你去追嘛 涨高就不要了 我们如果真的要买 就要买这个买的嘛 你看比如说 以这只股票来说好了 寄购票你还买到 买哪里才会赚大钱 买这里啊 对不对 你买这里获利就有限嘛 买到这里来你就要赔钱嘛 每一只股票一定都在底部 当要起涨的时候 还在足底的时候 你下去买最安全 而且能够赚大钱 我一直都这样在做的 你看国阳也是啊 国阳昨天 今天除息嘛 昨天除息前一天 你看连外资都继续在加嘛 今天除息1.65 大盘跌 诶 还是很好 国阳我也是还没涨就开始讲了 你也知道啊 还没涨我就开始买了 26 26.4 一楼月起来26.5 发布要减之又拉涨停了 继续涨 综合羊毛要买2万张 消息发布又继续涨 这样买底部 你都不会怕你就贪掉了 还没结束的 还没结束的 这种股票跌也不会跌到哪里去啦 现在除息完了 后面还有一个减之 两个加起来 殖利率 20% 现在殖利率有20% 真是少之又少 没几基 大部分殖利率都5到7% 20%殖利率 那有捏 马上就去买的走 股票啊 你想要减多便宜不容易啊 银建股普遍 北比都8到10倍 国阳北比才几倍而已 你还不减买 下半年还有77亿的 四个建案会入账 上半年已经6.5了 下半年又有77亿的要入账 所以常常只有股票 Rike in queue就对了 你应该是尽量去找这种股票 你会很安全会很安心 你一直在追高 你的心就不会定 你看昨天 操纵 这么强 昨天操纵这种现行 很多都会看好对不对 我昨天怎么说 太贵了 你不应该看单独个股 你跟双红比较看看嘛 操纵 第二季2.62 双红4.09 半年报3.66 双红5.7 怎么样看都比他好啊 双红才230 他凭什么260 凭什么270 所以昨天很多人都说操纵好 我说太贵了 不要去买 要帅你 你看今天双红继续涨 操纵变大跌了 我有看大涨跟你说好吗 没有啊 大涨我还是跟你讲危险啊 对不对 所以两支股票 我一直都 以双红为主 双红我从100亿开始一路买 155又加码 除息前又加码 105买 押回155又加码 除息前又买 你看这样一个大波段 四个月下来 四个月下来 躺多少 1.4倍啊 现在还下不来啊 虽然说我已经卖了大多数了 我230已经卖了大多数了 剩下少数 几张当 火种 来注意 那你如果买 操纵呢 就没上当啊 有没有 你买的操纵就没上当啊 你买的操纵就大了 所以个股的评估 不是从现行的强弱 你要回到基本面 从个股比较看看 看它未来的展望性 谁是比较优质的 这里 你不用去担心指数 也不见得要去买投机股 跟业绩烂的 找好的公司 股价在底部的 尤其整理两个月三个月以上的 你对我买这种 不然我来找 你跟我一起做 跟上连来宴 台股特快车 广众服电话 进段广告 就马上回来 加时间 角度趋势 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 迈出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 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我在现场 间谍83点 只有我们最紧张 你看其他都红通通的 都红桔桔 欧洲开盘之后 欧洲也红桔桔 这都放轻松的 现在还有很多 能够让你赚大钱的机会 你要去找底部的 不要去队桔 不要去队桔 你看这样底部买 就1.4倍啦 对 国阳最近的行情 又28% 对 京元店 一个多月而已做两波 30% 10% 还有40%啊 现在准备要开始 进入第二波了 30天快要结束了喔 这两天的低点特别注意 这两天的低点特别注意 财报刚发布完毕而已 多利用这份财报 还有很多好股票 你看我这几天一直跟大家讲的 手中现金大于总市值的 这种股票很难啊 一年不会出现个几次 每次出现就有倍数的行情 对 最近全汉 手中现金大于总市值 你看总市值27亿 手中现金31亿 一标就1.4倍 现在又出现一档 手中现金179亿 存货52亿 转播股票加起来才150亿而已 现金179亿 存货52亿 转播股票加起来才150亿而已 业绩还那么好 成长了91% 净值还有47块 不要说涨一倍啦 光是来净值 都有快50%的利润 这随时会冲出去喔 随时会冲出去喔 我在说哪个基 你会冲出去都知道了 我在将来党会员都知道 要剖掉喔 这个要剖掉喔 我帽也是买在底部的啊 我都是从底部开始做的 245亿 213亿 235亿 一个破断上来 最元气那350亿 这样割4%啊 也是大概一个月时间而已 最近压回来修正 指标在低档 今天又华为事件 又打下落第二只脚 赶快减便宜 时间没多喔 夹打这个时间没多 赶快减便宜 这两天特别注意 原相也是啊 74块没的 买了就整理完标出去 涨高逢高卖一下 卖了之后掉下来 财报发布4块 比去年成长1.8倍 哇那么优秀 现在全球疫情那么严重 竟然业绩比去年成长1.8倍 行情是一波一波的 这波涨了11天 这里下来22天 这时间要继续喔 今天又有压回来 这波没多喔要注意喔 今年下半年 涨幅最大的原件 今年下半年 涨幅最大的电子零件 CIS 原相是国内最大供应商 最大受惠 最大受惠 所以接下来要开始进入营运旺季了 要开始进入营运旺季了 要开始进入营运旺季了 所以接下来底部打完之后 那一冲上去 这一波泡完之后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会不会像前面这一波一样 这个股票很多块啊 市场认同度很高 只要一动 整个资金一回流 就会很快 很热门的一支股票 今年业绩也是倍数成长的 你看都找一种股票啊 我都找这种股票 在底部的时候带会员买 找这种股票 在底部的时候带会员买 这样投资才会赚大钱嘛 对不对 三十八五十八你们要贪污 其他有很多啦 我也不可能每一档都跟你讲 也没那么多时间 要去的股票 其实两三个都够了嘛 你看群联 群联整整四个月没有动 四个月二百八十八 现在二百五 大半去三千几点 完全没去 今年业绩还特别好啊 以前一年赚两个股本 今年光是上半年就已经十五点六 比去年成长八十五%了 下半年又有两家子公司的股权 一年处分 二十五块 今年本业至少二十五块钱跑不掉啊 本业二十五块钱跑不掉 在佳季转投资的部分 今年五十块钱绰绰有余啊 今年五十块钱绰绰有余啊 结果股价完全没有涨 股价完全没有涨 所以就股票第一安装 第二 你手停损很短嘛 用很短的停损 来博一个 新的多头开始 值得啦 这个也是啊 半年报比第一季成长两倍 上半年比去年成长37% 股价完全没有涨 是不是开机叮当啊 落后大盘四千三百点 这种股票还有很多啦 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告诉你 你可以用心去找 不然跟我一起坐 台股特快车 王政府电话 做助您操作顺利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要啊 顶